老子的道跟数学的零是差不多的 其实世界上不存在零这个东西 为了计算的西药 为了数学这个西药 它就得假设零 你有了零 你就可以知道一 也可以知道负一 没有零 数学就没有一了 但是零真的存在吗 零是不存在的呀 因为零怎么存在啊 谁能告诉我零怎么存在 它是一种概念 你没法抓住的东西 我们人类的很多知识 都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 我们假设有零 我们假设有道 我们假设有规律 历史有没有规律 实际上是没有的 任何历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 他都必须先做个假设 假设历史有规律 不然他写作就没意义了呀 我们人类的一切的知识 一切的学问呢 都是建立在一个 非常细无缥缈的架构之上 建立在一个概念之上的 建立在一个本身不存在的 或者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之上 我们的数学也好 我们的文学也好 我们文学的诗歌之美 比如说古诗之美 真的是文字之美吗 不是 我们真正感受的是 文字表达之外的东西 小桥流水人家 真的是小桥流水人家很美吗 那不是 是整个烘托出来的 整个意象很美 它不是真的 小桥白在那里很好看 也不是流水在那里流动很好看 人家 一大堆人家在那里两个看 不是 是组合起来了 后面有一个宽阔的场景告诉你了 而这些东西呢 并不是诗歌 这些文字所能承载的 是把吸购的东西呢 当成真实的基础 同样的呢 老子的道也是这样的 它是不存在的 它是不可琢磨的 它是假设性的 科技创新到这个地步 其实完全是从无中 而能生万有 一生恶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因为呢 我们要假设一个东西是虚无的 一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来承载所有的概念 老子的道呢 大概也就是这一类东西吧 嗯 宇宙有规律啊 那只是科学家为了计算方便 告诉你啊 有黑洞啊 有什么之类的 实际上宇宙真的按照科学家那么计算吗 不一定 因为大家都只是为了 在这个逻辑层面上行得通 总结出了一个所谓的规律 但实际上是 这些规律真的是这样子吗 嗯 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啊 在几百年前的时候 我们认为牛顿力写是宇宙规律 现在还认为牛顿力写是宇宙规律吗 嗯 那时候我们就 实际上就是假设了 牛顿力写可以解决 整个世界的问题 今天我们的很多科学规律还是 假设了我们通过这些规律 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未知的问题 实际上人类多数情况下一无所知 人类连自己都不清楚 人类连自己的所有的细胞为什么组合起来就变成人了 怎么组织起来的 神经炎怎么硬做的啊 大脑是怎么硬做的 完全不清楚 就是一小块皮肤去分析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细胞生生灭灭死死生生的 几乎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 没有被完全的解决过 只是通过各种假设性的知识系统 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 目前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建立在假设性基础上的 而不能深究的 一深究整个体在一个假设的概念之上的 就崩溃了 整个概念体系都是建立在假设性基础之上的 哲学也是 文学也是 数学也是 感谢 感谢